走 彤彤 咱们去哪儿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这身衣服恐怕不太合适 不合适吗 我一直这么穿衣服的 我帮你去挑套新的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好啦 这是为公司的形象考虑 这样就算在公司的头上 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 那没问题 行 怎么样啊 这件好还是这件好 都好 这件吧 我觉得 这个颜色比较适合你 去试试 转过来我看看 你看那个是不是许悦 这 太过分了 跑这儿来和别的女人约会 我今天找她去 干吗呀 那个是她老板 那你是个女的 说不定人家是在办公事呢 走吧 办什么公事啊 说说笑笑 大小腰身 绣长都刚刚好 挺适合你的 我平时 除了上班 不怎么穿西装 你这么穿挺帅的 是吗 走吧 买单吧 啊 什么事啊 是不是要兑换积分卡了 这件事你要是办不好 积分卡一辈子都别想兑换了 什么事啊 你老实交代 你们老板和许悦 有没有事 这 这怎么说呢 实话实说 有一说一 那我实话实说 老大 你也别怪我 你在我心目中排名第四 为了这个排名第三呢 我只能出卖你这个排名第四的 谁排名第三 你啊 我 就排第三 你先别着急 这个排名是会根据时间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的 你现在排名第三 仅次于我爸妈之后 那要是我们两个 发生点什么浪漫的故事的话 这个排名还会上升呢 上升到第几啊 第一啊 那你爸妈呢 也是第一啊 并列第一 那要是我和你妈 我们两个 你和他妈同时掉进河里 他肯定先救他妈 因为你会游泳 你们俩到底还要聊多久啊 说正事 说正事 首先 我声明 这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事实的全部 快点说 董总 这个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好 许悦 你好 许悦 你好 许悦 董官长 这两位都是我们行业的精英 一会儿要向他们多多学习 一会儿再聊 一会儿再聊 来 嗨 丽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好搭档 许悦 许总 你好 许悦 你好 许悦 来 这是这边的 我不是打个招 好 好 好 谢谢 我自己来 我说了这么多 许悦和你们老板 这到底有没有事儿 这我可不敢妄自断言 但是 就表面上来看 冯总对老大那是真心不错呀 不仅成立了新公司 让老大全权负责 还帮老大打下手 还把自己的人脉都介绍给了老大 更重要的是 让老大尽快脱离技术部 多学习一些管理知识 从这一系列的故事来看 我觉得 冯总 想让老大进入的是他的企业 而不仅仅是新公司 那这么说 你们老板喜欢许悦 我可没这么说 但这也不一定 什么不一定啊 他要不是喜欢许悦 不想把他取进家门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呀 真是心有灵犀 咱俩想得一模一样 连用词都一样 一边待着去 现在试试我们俩的时候吗 晓妮 你怎么想 我都被你们俩给绕晕了 拜拜 拜拜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我确实有点不太适应 可是 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这些场合是必不可免的 许悦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全权负责新公司 让你不断地累积经验 又介绍这么多朋友给你认识吗 我知道 为了新公司能够更好的发展 对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这也不是主要原因 其实我原本的计划 是想晚一点告诉你的 不过今天话已经说到这儿 那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其实说真的 我一直都不是个女强人 更不是个强女人 接手这家公司是处于无奈 我只是不想看着父母的心血 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 商场和事业 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就我自己而言 我只想做个小女人 可以每天依靠在老公身边 照顾她 疼爱孩子 就这样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做个贤妻良母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可是 我又不能轻易地撒开 家里的企业不管 所以我就想 我可以培养 一个信得过的人 来接手这家公司 这个人就是你 我回来了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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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真的 冯总向你表白了 那不叫表白 那是告诉我她的想法 那还不叫表白 都说那么清楚了 让你接替公司啊 我说了那不叫表白 我现在要你帮我想想 我该怎么办 别别别 这事我可不知道 你喝口水 我去个厕所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来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到底怎么想的 这次呢 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很难得 他们老板有这么支持她 我相信她在事业上 应该很快就会取得成功的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也就是说 你想为了她的事业 放弃你们俩的爱情 这种连偶像剧都不限用的桥段 你别给我瞎折腾啊 可是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你不知道前段时间 她为了新公司付出了多少努力 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吗 而且我一直觉得 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只是没有遇到欣赏她的伯乐 那现在机会来了 就应该好好把握 好好珍惜 所以 你先别碰到我去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直说吧 我想问问你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呢 也就是 你在冯总和敏人之间犹豫了 你准备放弃敏人 选择冯总 我什么时候这么想过啊 你真的一点没想过 我怎么可能放弃小妮呢 我敢这么跟你说 我跟小妮在一起的每一天 那就是开心快乐的每一天 要是没有她 我还活个什么劲啊 行行行 你别再肉麻我了 那你为什么要犹豫呢 我没有犹豫啊 我只是不知道 该怎么跟冯总说 她也没有跟我明确地说过什么 你说我 我我我怎么跟人开这个课 你别想怎么跟冯总说 你想想怎么跟敏人说 她又怎么了 我今天打电话给婷婷 说你犹豫的事 然后婷婷就跟敏人说了 敏人出于对你事业的考虑 决定牺牲自己 成全你跟冯总 你说真的 那婷婷刚才打电话跟我说的 她说敏人这回态度特别坚决 所以我马上跑回跟你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犹豫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犹豫了 我不是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 我感觉 我感觉嘛 你跟你说什么你 我感觉的嘛 这些人哪儿呢 这婷子家呢 还不快走 哎呀你再待会儿吧 你去哪儿啊 你这么急着走 待什么呀都已经合门了 我得赶紧回去 我开门了 晓妮 有些话我现在必须告诉你 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我由于忙于工作 疏忽了你的感受 可能是因为我想把新公司 尽快地带上正轨 这样我能够留出更多的时间 来陪你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 那现在我告诉你冯总 有一些她的想法 可那只是她自己的想法 跟我没有关系 这不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千万不要因此而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 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想 千万别想 千万别想 我告诉你 如果事业和你让我来选择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可毕竟事业来得也很不容易 而且这次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是想 行行行 千万别想 我说过了别想 别想就是别想 好吧 实在不行 我带你去个地方 来 你快来 去哪儿啊 走走走 天啊 我都真的要干吗 我都真的这么好 走 许悦 你好 敏安 你好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抱歉冯总 这么晚打扰您 走啊 进屋说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吧 我先跟您介绍一下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敏恩不是你的妹妹吗 是妹妹 也是女朋友 但不是亲妹妹 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就像兄妹一样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赏识 我也会尽心尽力地做好新公司的项目 但是对于您说要我接受整个企业 我恐怕接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有女朋友 我非常在乎她 我也不想因为事业而放弃她 你等一下 你越说 你越说我听着就越乱 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 让你放弃女朋友了 那您不是说要做 背后的女人 相夫教子 享受家庭幸福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想要做你背后的女人 不 不 不是 不是啊 当然不是了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公他在国外读博士 之前我一直陪着他在国外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 我不得不回来接手公司 所以 我们俩就经常分居两地 我就想找一个人 可以替我管着公司 这样 我就可以去陪他 可是说实话 外面找的一些经理人 我真的信不过 所以呢 我想从公司内部 找一个有能力 信得过的人 我看好你 所以培养你 至于别的想法嘛 还真的没有 您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遇到对的人 年龄不是问题 我看你身边这一位 也是你觉得对的人吧 冯总 那我们不打扰您了 我们 那有事 我们先走了 好 有空再来玩 拜拜 那个死亡找逼的 非说冯总对我有意思 还有得挺挺 说什么我我我犹豫啊什么的 还有你 我怎么了 你不是你说什么 要成全我了什么的 你公司乱想 我什么时候说 我想成全你了 你一直都在说你想 我想什么 我每次话都没说完 那你们就打断我 你是这样 庭力也是这样 那你原本想说什么呀 我原本是想说 你们老板这么器重你 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意思的话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跟他说明白 既能解决问题 又不影响你工作 但是我得先弄明白 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就像刚才那样 多尴尬呀 那你是这么想的 对呀 你们都不让人把话说完 王老 这回丢人是丢到家了 不过有失必有得 我得到什么了全是失 你得到了 我的爱 你不早就得到了呢 但是现在比以前更多 你还有多少从头 干脆一次你都给我得了 考验 你还是先想想 明天怎么面对你们老板吧 徐总好 好 许悦 cu crist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ED 逅手 这样 昨天的事 昨天的事啊 昨天的事 就是你以为 我把公司交给你 是因为我喜欢你 那都是因为 要是我没结婚的话 仔细看看你 还真的挺招而喜欢的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都怪我 没把话说清楚 派你误会了 不过 我的建议还是有效的 我还是想让你接受整个企业 说实话 冯总 我现在只是想 全力地做好新公司 至于其他的暂时 我还不考虑 好吧 那就说说新公司的事吧 人员招聘得怎么样了 你可是向我保证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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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